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骑骑喵喵 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在成都 身回成都市 我们今天来到熊猫基地 熊猫基地 我们今天要来熊猫基地看大熊猫 你看现在这个停车场 这个泡泡蓝蓝的样子 就有点我年轻的时候 小时候 那个成都的印象了 但是现在成都变化太大了 这已经是幸福感全国第一的城市 一座来了你就不想走的城市 熊猫基地前头 你看它全是熊猫 那前头就是大熊猫繁殖基地的正门了 在成都的大街上 你们经常能看到这种车 相当于除雾霾的 不是除雾霾的 就是那个除烟尘的 它喷的其实就是水 水雾 然后它把这些阳尘全都给滤下去了 太酷了 你看现在已经雾蒙蒙的了吧 又跟下雨一样 哎呀 还在这弄呢 打熊猫 你看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这个熊猫这两个词啊 用咱们中国所有的方言去讲 还就是四川话听着最舒服 凶闷 咱们所有方言里头 听着最恶心的 是台湾话 猫熊 一张全票 还要不要这票 拿着吧 三张全票 嘿嘿 大熊猫张个嘴 哇这到底是来看熊猫的 还是来看人的呀 我小的时候去成都的动物园 去看熊猫 那个时候呢 我边上有一个人在那看熊猫 然后他问 这熊猫吃了一次撒子哦 四川话 这熊猫吃的是什么 他们管什么 叫撒子 叫傻子 但是我那时候太小了 还不懂四川话 我就问我爹 这熊猫为什么要吃傻子呀 对吧 知道吧 这个典故你听过吗 这等过两年统爷故居的时候 这将是一个典故 大熊猫 这就是竹子 竹林 那个石面埋伏里头 那鼠南竹海 那个林子就是在成都 在四川拍的 鼠南竹海 四川的成都的南部 我记得有一次来 就看到那个管理员在这儿砍竹子 在这儿给熊猫吃的 他们就是在这儿砍这种竹子 竹子太多了 你看在美国的话 这种竹子的话太难弄了 所以你要碰一下 或者伤害一下 估计得罚你好多钱 你记不记得奇妙妙 咱们在那个北卡 那个叫什么 Biltmore 那很有钱的一家人 他钱头就那么一小片株林 跟这儿比呢 没法比 对吧 十四号寿舍 躲在那后边呢 两只 可能应该不怕儿吧 熊猫 我不知道 上边还有一只 这漏了一个圈 奇奇妙妙第一次看熊猫 是在亚特兰大的那个动物园 当时他们管中国借了两只的动物 那两只叫团团圆圆吧 当时正好借到亚特兰大 然后因为亚特兰大离我们那很近 我们就专门去看了熊猫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见过熊猫 这什么个情况 我有点睡觉的 躺着那儿呢 在那躺着呢 躺着很凉的 你看人家还有空调呢 这地方真的多鱼 这块有装成浣熊的熊猫 就带帽子的熊猫 冰箱贴熊猫 头上这两个熊猫挺有意思的 这也是 茅桃 这只小熊猫名字叫茅桃 树上呢 树上呢 还留哈拉子呢 你看 这估计睡太熟 哈拉子还往下一滴一滴的 营营 你从那个洞看过去那儿有只孔雀 看见了吗 这儿有只孔雀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不方便 这熊猫正在吃东西呢 够高就是好 还在这儿够啥呢 哇 这边还有 这哥们也在这儿抠呢 这吃的太香了 哇 哇塞 这屁股 在蹭屁股呢 然后树上还有一个 梁子在这儿 这个看得很继续了 这怎么个情况怎么还有日语 这怎么个情况怎么还有日语 哇 哇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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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架 打架呢 我等会我先录一下啊 他俩打架呢 你们俩到那边去 那是什么啊 他在捋他 那些是什么啊 这对 我还在捋他 那是什么啊 那是怎么办啊 你看 看 还在要打架 那我可以的人 用举手 扇动 你也动 嗯 这边有打架 点 对 他俩还好了 看 你看 这边都不玩了 这边都不玩了 跑了 这边都不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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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老啊 上来了 那边呢 这个也上来了 这个要绿的 这一下不摔脑残了 那个也上来了 这个又拦住它了 给它上来 这也得把那个拉下来 都是采用一样的策略 这儿要摔下去可狠啊 这是大熊猫 阳光产房 那上头有一只 这有一只 这有一只 挂在树上睡觉呢 这叫一个悠闲啊 那边一定会有又 但是又rophed 你还得了 来 走吗 走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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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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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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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不要看, 我們會議往下兩次走, 雙包餐,雙包餐,往前走, 往前走,往前走, 不要停留, 往前走,往前走, 看得到嗎? 剛出生兩天的雙包餐, 剛出生兩天的雙包餐, 雙包餐,這倆是雙包餐, 剛出生了, 你看,好小, 你看,好小我哥, 還兩天了,行嗎? 剛在裏邊維持秩序那大叔, 就是典型的我們四川川普, 不是美國總統那個川普, 是我們四川普通話, 往前走, 我們都是說往前走, 往前走, 哇塞,這賺錢, 這賺錢, 又這兒有個孔雀, 他也不開屏, 在這傻叫喚, 這有倆女的在這兒揮裙子, 想讓他開屏, 長得像狐狸一樣的小熊貓, 他在吃什麼呢? 他在吃什麼呢? 不撩, 應該舉個英國國旗, 看到嗎? 這塊又被八國聯軍佔領了, 這是歡迎再來了, 看見了吧? 我們這就出來了, 你看這附近的公交車上全都是熊貓, 然後熊貓這塊邊上這個警務室也是熊貓警察,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請訂閱, 按一下大小小小,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按讚, 我們到台中分享, 再见